辽城市与太平洋岛国有着多年的深情后裔 与汤家瓦瓦屋岛更是缔结了国际有成关系 当前 辽城大学就有三名教师正在汤家支教 据辽城大学发布消息 他们与国内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赵同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他的父母 辽城大学农学院教师赵培宝 任矮之 和同事张建峰于2020年1月份前往汤家 在当地开展蔬菜种植和汉语教学工作 汤家海啸发生后 他一直为父母的安危担心着 受这个疫情影响 国际航班不是很畅通 三位老师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年的员外工作 还计划完成继续执行2022年的任务 三位老师在这个疫情期间 确实是为咱们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奉献 1月14号火山喷发之前 我国驻汤家使馆就提前给三位教师 发布安全提示 提醒他们提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 火山喷发后 辽城大学一直联络我住汤使馆和三位教师 及时向教师的家属通报信息 到了16日的凌晨 使馆给我们打来电话 报告我们在外的三名老师 人员是平安的 那么随后呢 我就把这个人员平安的消息 第一时间向我们三位老师的家属 进行了这个告知 并给他们做了一个心理的疏导 请他们放心 目前因汤家火山喷发 导致海底通讯线路损坏 正常对外联络暂时中断 辽城大学表示 将会继续与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 并做服务工作 感谢大使馆百王之中帮助我和家人 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特别谢谢辽城大使的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